大家我是豹卷 男子和狗子相依为美 把他当成亲人一样 直到有一天 一对熊妹假装杀掉了他的狗 还做吃美味肉餐给男子吃 结果熊妹两人成了狗粮 一部神反转的恐怖悬疑片 狗粮 一大早太阳还没晒到屁股 杰克就被自家的狗子吵醒 这小家伙已经陪伴了杰克很多年 早就成了他生活中最最亲密的伴侣 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一起做很多事情 小日子过得那是潇洒又快匹 杰克时不时的 会收到一些匿名恐吓信件 咒骂他下十八场地狱 勇士不得操作 对于这样的事情 杰克早已经吸以为惨 一切解释他是个杀伤的土夫 那些咒骂信件 也是素食主义者寄给他的 他亲自饲养各种肉情 然后亲手宰杀他们 再拿到店里售卖给消费者 一天店里来个买肉的妹子 肉丝 肉丝没有被嫌肉吸引 反正被搞笑的杰克勾走了魂 得知肉丝即将有个朋友聚会 杰克推荐了刚刚宰杀的乳格 做成烤乳格 味道简直一流 这里所有的东西 都是杰克亲手宰杀 宰杀的方式 统一才有颈部动脉放血 无痛苦 时间短 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在交谈的过程中 肉丝汉得知杰克有一只最爱的狗子 开始对杰克产生了好感 每天收贡回家之后 杰克见到狗子 就像见到爱人一样 带着他出去透透气 上街溜达 杰杀一面男子好像顶上了他 一直在后面跟着 每天的中麻星见 依旧是不停歇 杰克对狗子的爱 也越来越深厚 一天天里来了一名男子 杰克以为是来买肉的 没想到就是来买酱汁的 这就好像去牛肉火锅店 啥都不要 只要啥差样 第二天照常收工回家 杰克以外发现狗子不见了 大姐小巷所有地方找了一遍 都没有任何踪迹 那种感觉就像时区至亲一样 心情低度悲痛 无奈之下 杰克只要提出寻狗启事 接下来的日子里 杰克像是完全丢了魂一样 寝食难安 这种职位我以前也是感同身受的 所以之后我就不再养宠物了 肉侍路过看到寻狗启事 来到杰克店里安慰了他一番 还主要邀请他来家里做客 吃个粗茶淡饭 希望他可以暂时忘掉这个赏心事 杰克爽快答应了 魏斯坦患上了一身症状 开明的是一名男子 就是之前来到店里买酱料的男子 男子是肉侍的老哥 今天邀请杰克过来吃个便饭 就是讲安慰温暖汤一下 首先上桌的是一道肉排 油肉是精心炮制 饭桌上三人聊起了肉侍和素食的话题 虽然杰克是屠夫 每天扎杀各种家庭 但并不妨碍他喜欢小动物 吃各种小动物 接着上桌的是一道肉排 杰克也顺便聊起了自己的一些事情 在他大学的时候 出了好几年的女票 和自己朋友搞上了 一时伤心之下 他就离开了女票 后来意外捡到了一只狗子 一直饲养到现在 只是他唯一感情的寄托 现在也不见了 肉侍和老哥来到厨房 好像在商量什么事情 肉侍提议要不终止计划 人类要求按原计划进行 最后上桌的是一道饭后点心 杰克吃到了一块类似培根的东西 但口感又和培根完全不一样 行为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肉侍只说是肉店里不会有的东西 杰克在散追问之下 老哥说出了是他的狗子 是用他狗子的肉煮给他吃 杰克瞬间就崩溃了 和两只肉骨干了起来 直到他们完全安心 水质车车突然传来狗叫声 杰克过去一看 正是自己日式夜想的狗子 这一切都是肉侍两人更大开的玩笑 只是这个玩笑是致命的 杰克将两人的肉餐当成狗粮 喂给狗子吃 别忘了他是个屠夫 杀生屠宰的事情 最简单不过难 看完后 我只想说 从片中的人物关系来看 肉死熊妹 应该就是鸡心争给杰克的人 这个从杰克在街上被人跟踪的时候 可以看出 两人用他最亲爱的狗子来开玩笑 试探的他人性善根 而且还是一个早说过背叛的屠夫 注定下场会很惨 很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